現在看起來就只有一種是卡韓 另外一個就是孔中牌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個成績 就是高雄市農產品出口的數字 他在2017年的時候 他出口的數字是1億7千萬 到了2018年有沒有成長 有成長 那個時候韓國瑜並沒有執政 他成長到2億1800多萬 到現在為止 2019年大家都知道 才剛剛開始 他現在的數字是6億1500萬 所以也就是只是現在 第一季還沒過完 第一季還沒有過完 就已經是去年的三倍 要拼季的 不管我們是拼出口也好 拼貿易也好 拼農產品的銷售也好 請問一下 現在的高雄市政府 創造了比去年三倍的數字 如果按照這樣子進程的話 可能到年底應該有12億 也就是說今年有可能 的農產品銷售給比去年多6倍 我請問一下 600%的成長 對 我請問一下 你身為高雄市民意代表的劉士芳 你到底在不滿意什麼 劉士芳過去 他有很多的爭議性的話題 他講扯鈴 現在扯鈴是很多中小學 都是在 對對對 就是一個民俗的活動 甚至到海外去交流 這個交流不是指什麼 去跟中國大陸 他可能跟東南亞 跟日本 韓國 甚至到美國去交流 結果我們劉士芳 劉大立委說 這個是中國統戰的工具 他現在還敢講嗎 他笑死人了 所有的學校老師覺得 你是神 你是腦子進水了是不是 怎麼今天你恐攻或統戰 你已經變成 變成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所以劉士芳就是這樣的一個意識形態 所以我真的要問 當一個韓國瑜也好 或高雄市政府 我必須要講 你要高雄市政府包含農漁會 還有這些農漁民 大家一起創造這麼好的成績 然後被你說成是政治的什麼訂單 統戰的訂單 問題是他是來自於東南亞 所以你今天 包含民進黨也好 民進黨的立委也好 如果你們現在所有的看事情 都是拿著孔中 反中 統戰的眼鏡 那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做 所有的訂單 通通被你說成是統戰 是政治的工具 那大家都不要做了 剛才講說 在這世席立委裡面 你看從蔡英文也好 蘇貞昌 卓榮泰 賴清德 包含于天這些自己候選人 全部都是打的孔中跟反中的牌 這樣有意思嗎 如果這樣子可以勝選的話 在去年1.124的時候 民進黨也不會輸成這樣 但是我老實講 我覺得他現在唯一的問題 我直接說 你民進黨蔡英文也好 賴清德也好 包含你卓榮泰 都已經放棄這世席了 他們現在已經在打預防針 3月16號 我認為民進黨的主席 卓榮泰 他不是講說如果這世界 不如歸去 他就不如歸去 我想我們就讓民進黨主席 下架好了 因為如果你今天中三代接班 仍然是用這種老的概念 僵固的概念 只會打孔中 反中 只會丟紅帽子 然後講說 如果說台南丟掉了 現在就變一個中國 我們就會被中國併吞 就像賴清德這樣子 我們需要這樣的政治人物嗎 就讓他下架好了 3月16號立委補選結果出來 你知道3月18號開始 民進黨的總統初選 開始要登記零表了 3月18號到20號 18 19 20對不對 18號到22號 要零表來登記 我想請問一下 蔡英文她現在坐在總統埠領 所以她出訪南太之前 要先去領表了 她應該要領表的 不然的話 她除非叫別人去領表 好啦 我真的覺得說 她現在在打預防針 包含她在前兩天 搞一個國安會議 又是用對抗 要對抗代替和解 然後所有就是又打反中牌 恐中牌 事實上這絕對不是國安綱領 我想她不是國安綱領 這是蔡英文的選舉綱領 因為她想想3月16號 到時候如果我說得很慘的話 你蔡英文還有臉 去那邊去登記零表嗎 可是有幾個事情 我要特別提出來 民進黨已經選到 就是說已經選到荒腔走板 比如說郭國文 前兩天不是去拜會陳水扁嗎 對不對 然後陳水扁還直播 他現在永哥物語 這個我不要沈大佬做何感想 他還直播說要求全黨 要一致的來支持郭國文 幫郭國文輔選 我說你台中監獄法務部 是眼睛嚇掉了是不是 請問一下 一個保外就醫的陳水扁 當時四部不是有講過嗎 你不能夠受訪 你不能夠演講 不能夠輔選 不能夠講政治 但是現在每天開直播 每天開直播 不是在講一些政治 說我們要一起 我們全黨一起來支持蔡英文 然後現在還就幫郭國文輔選 說應該全黨一次 我拋棄成劍 賴清德 我黃偉哲 以後不能在台南立足 郭國文一定要當選 這不是談政治嗎 這不是談輔選嗎 請問一下 現中間有沒有坑一聲 以前中間還很那個什麼 就是還稍微坑一聲說不可以 要了解一下 現在連了解都不要了解 天天開直播 台灣可以被你們 践踏成這樣子嗎 你們還好意思選立法委員 余天 郭國文 你們還好意思選立法委員 余天為什麼要補選 余天補選是因為高志朋貪污 不是嗎 高志朋貪污才有立委補選這一席 余天才有機會來選 結果你們現在補選 去找另外一個貪污犯 跑到陳水扁 尋求他的協助 明明是一個保外就醫 然後天天開直播談政治 台灣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嗎 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嗎 你們民進黨 還好意思選立法委員 我覺得大家來看一下 三天以後 台灣的民主就沒有了 因為這是陳希麥說的 三天如果余天 余天守護不住台灣的民主 對 余天如果落選的話 台灣就不會有民主了 余天自己就說 如果他落選的話 那以後就是一國兩制了 我覺得不管是簽和平協議 一國兩制 或者是中國完成統一 或者是台灣的民主 從此以後墮落 那麼都在三天後見分曉 所以我想台灣的民眾 都很想要知道 三天後會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去期待的 因為只要三天 但是問題就是這些 全部講話的這些人 都是民進黨的高層 從政的高層 他們都是高層 可是高層講的話 講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我對民進黨的這些高層 他們的智能回落到這個地步 我是有點驚訝 因為首先來看一下余天 余天如果跟台灣的 娛樂界的關係很深遠 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余天跟台灣的 民主政治的發展 關係很深遠 深遠到影響到 那麼他會影響到 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 這點我就比較不能接受了 因為余天對台灣 民主政治的貢獻 有貢獻到 他一落選台灣的民主就沒有了 有這麼大的貢獻 這點我抱很大的疑問 所以會提出 那你這點要不要Cue沈大佬 我不用Cue 我只覺得說 當提出這樣的一個 你是沒有聽懂 是不是余天不重要 換了別人也一樣 就是說這一個席次 就一夜之秋 陳其邁把這兩個東西 連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只覺得很可笑 就是很想笑 因為陳其邁的智能 不應該只有這裡 還是醫界的 還是一個醫生 我想智能應該不到這裡 另外有談到就是說 郭國文跟台灣的一國兩制 跟完成統一 跟和平協議 那麼又把它連結在一起 我們也覺得這個智能 那更有問題了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哪裡 更重要是在蘇貞昌的講話 蘇貞昌的講話裡面就談到 韓國瑜的賣農產品的問題 他說政治如果是拼經濟他會支持 但是如果背後有統戰的目的 我們就要小心了 我對蘇貞昌的這個講話 我也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自相矛盾 為什麼 2月14號蔡英文的臉書 2月14號蔡英文的臉書 他非常高興的說 我的任內 去年我的任內一年 我破20年的紀錄 我賣了12點應該是 我賣了12.6億美元的農產品 台灣的農產品到大陸去 我很有貢獻 我很有功勞 所以蔡英文把台灣的農產品 12.6億美元賣到大陸去 他好開心 好高興 怎麼今天變成是統戰了 當時蔡英文好開心說 我破了20年的紀錄 是我任內賣台灣的農產品 最多的到大陸去 然後蘇貞昌現在告訴你說 這是統戰 所以蔡英文已經被大陸統戰了 這個蘇貞昌 你直接打鍊你的老闆 你打鍊你的老闆蔡英文 他被大陸統戰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個人是認為說 講話講成這個樣子代表什麼 我覺得他們在這一次的選舉中 他們面臨很大的一個壓力 全面性的挫敗的可能性 是非常高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韓國瑜本身把台灣的農產品 賣到大陸去 或者賣到東南亞 他們本身的壓力也很大 其實我們都知道 本來台灣的消費力就很高 台灣的國民所得是2萬3千塊美元 所以2萬3千塊美元 好的水果一定在台灣內銷 但是如果你農民生產過剩怎麼辦 當然就要外銷來平衡價格 而且也給農民創造更多的收入 所以外銷是非常必要的手段 因此我們只要把東西能夠賣出去 賣到東南亞 賣到中國大陸 賣到日本 賣到哪裡都歡迎 只要能夠在我們的生產過剩的時候 能夠把這些過剩的農產品賣出去 賣到好價錢 給農民創收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支持 大家都應該贊成 不管是賣到哪裡 我們都應該歡迎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情形下 再把它連結到統戰 我覺得蘇貞昌你也是太有趣了 農民賣一點水果出去就變成統戰 這一點先回答一下蔡英文 那麼她把那麼多的農產品 賣到中國大陸去 是不是蔡英文很高興的接受統戰 你這個蘇貞昌怎麼可以反對統戰 所以這裡有很多人 我們都會教我 我們在這幾個字幕 我們會 Tak illust mine Know 님 我們會否定 我們會遊玩 不要 我們會 我們會